台九县250.7公里 也就是瑞穗乡 北路段12号晚间9点多 发生一计死亡车祸 32岁的邹姓男子 骑乘重击北上行驶 疑似为注意前方的路况 撞击暂停在前方 击慢车道的小货车车尾 撞击力道强大 邹姓骑士当场欧卡 送一击救后仍伤重不治 接获报案的警销人员 赶抵社区现场第一时间内 将以无意识当场欧卡的男子 火速送一击救 哪里 要送哪里 送龙 头部免布 严重重荡 现场服员复行紧销 判断持续呼吸新票 力提请求瑞穗分队 高级救务技术员前往现场支援 给予 以及胜症献素的高级 心脏救命数支持 虽然经过医疗人员抢救 但男子因伤重 急救后仍回天乏术 这一期死亡车祸是发生在12号晚间9点多 地点在台九县瑞穗瑞北段北上车道 凤陵警跟局远景到场了解 32岁的周姓男子骑乘重机往北行驶 意思为注意前方动态 撞击陈姓男子暂停 击慢车道上的小货车车尾 强大的撞击力道 造成重机车严重回损 周姓骑士当场欧卡 送医急救后仍上重不治 而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 也有待专业鉴定单位分析 以厘清造则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鹿 Wikipedia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 学ник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